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酸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是 攻城炸彈人的卡組 這個是速轉型的 光速型的攻城炸彈人 這套是盟友推薦的 當然主要還是以攻城炸彈人 跟絕地礦工為主要的 核心進攻單位 然後 K5圖加旋風 然後做一個核心 防守 有屠夫跟旋風就可以戰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進來比賽吧 上一集有跟大家介紹 飛斧屠夫平衡性更新所造成的 飛斧屠夫平衡性更新所造成的 黃氏戰戰的道歉文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再來 觀察一下吧 因為 飛斧屠夫可能 好景不長啦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使用他一下 蹦 耶嘿 喔 怕 喔 天 老天兒 撞一下 好 哎呀沒有辦法按援女巫結了 飛出去 耶 可以 清潔溜溜 2209 2209 狗狗蝙蝠 走了 拉 帶走 喔 柯柯 抓一下 哎呀 批了兩下 恩 拿著 好 衝喔 要不要下去 蹦 蹦 好 傷害頗高 天哪 哼 他還落走 天哪 還活著 哼 再一次 哇 我這 飛斧屠夫 這個 傷害一直有 對方是毒藥 沒問題 我們這邊揮個幾下 好啦 多一點壓力 左邊 右邊 都要打 哇 被槍到 會不會我最後 哼 本來是我 右邊崩潰 很勉強 哇 擦 咖咖咖咖 3 有了 好 差點造成了 漢字 這個 左邊沒解掉 就自己的桌刃爆 下一場 誒?怎麼丟了一個奇怪的滾木 我一直都很喜歡玩樹轉型的卡珠 因為充滿了節奏感 神劍射手不好使 喔天 耶 拉到了 好 還是很受傷 拉 哎呀 沒有推走可惜啦 呃 推一個 娃吉利 來得及嗎 棒棒 雪球 好屠夫先走 可能會有神劍射手嗎 呃呃呃 好 沒事 來 哎呀可惡 嗯 剛剛神劍射手被吃掉了 對偷穿了吉塔 好損了300滴 再 持續觀察著 有點虧費 不是有點 是超級虧費啦 被抓到 哇 完美抓 完美抓 我傻眼 終於抓到你了 頂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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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相當的緊張呢 抓走 棒 耶 呵呵就靠 旋風 贏得勝利耶 嗯 這個旋風 抽得及時啊 看一下 看一下 嗯 啊這個有有有有有有建築也是滿滿麻煩的 好旋風還是可以出其不意的自勝 過蝙蝠 看一下 誰的射手偷塔真的是煩 所以 1 2 好 AXN5 AXN5 XN5還搭配了什麼 還不曉得 這有大隊 再抓一下 冰法 有旋風吧 胖胖 我勉強可以接受 咖咖 不會又來個弩了吧 還沒 沒那麼快 U 好 抓起來 喔嚇死我 喂喂這個 抽起來 嘿嘿 好再一次 打一個速速的 多過幾次 礦工出來 就好了 但這個水費要小心 這個水差 好還算是有拉中 半個 再一下有了 哇這場也是 很關鍵的一手 好 X弩也是蠻 常常有人說 X弩怎麼還不調整 調弱啊 我們過一個牌 觀察一下 對方怎麼解這兩路的 攻城炸彈燈 蠻賺的 大皮 小心有錘子 拖一下 拖一下 老剛 好 逼一下 勉勉強強 剛剛 屠夫再晚一點出 效果可能會更好一點 就真的靠工程炸彈 把 廢物屠夫給 大皮卡拉走 龍寶 刻處理 清潔溜溜 衝一顆 很暴力的 蹦蹦 好 溜走囉 給我屠夫 戳戳 可以 好 沒事 然後我們這裡 準備 再速速一波 被撞到了 真麻煩 完了 我要一波崩了嗎 啊 死了 走開 天啊 欸 還沒死 等一下 不要放棄 啊 死了 這個 毒壓下去 是 哎呀 我竟然 崩在最後一波 為什麼 好 我剛剛那個 橋頭 飛舞屠夫 跟 搭配一個冰人 然後我有點貪心 我那時候真的想說要不要抽 抽旋風 結果 還是被黑王的攻擊給打到了 恩 太貪心了 好 沒關係 就是有輸有有贏 那 準備要去上班了 那今天這個卡組呢 就 速轉型的控制殺人 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